根據牛頓大家剛才那個想法 保持原來運動狀態 他就提出了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當物體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近者恆近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等速率直線運動就是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我不喜歡學生告訴我 牛頓的低運動力叫做近者恆近動者恆動 因為你這樣沒有講清楚動者恆動怎麼動 等速度運動等速率直線運動 等速率是大小不變直線是方向不變 所以這稱為所謂的慣性定律 牛頓大哥牛頓低運動定律 物體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條件叫做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 結果是近者恆近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等速率直線運動 所以請各位注意 從此之後考卷上只要出現等速度 只要出現等速度 等速出現這樣的字眼 你在腦海裡就要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一件事 什麼事 合力是0 以後考卷上只要他寫著等速度 寫著等速這些字眼 你在腦海裡就要自然而然的浮現出一件事 什麼事 合力是0 他的合力是0 他的合力是0 好這是重點 合力等於0 無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近者恆近動者恆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所以 根據牛頓低運動定律 東西為什麼會動 這也指的動作是所謂的做等速度運動 等速度運動 根據牛頓一 東西為何會動 等速率直線運動 為何會動 14號 他原本都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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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動 你說什麼 他說他原本都在動 他沒說話你講話 你說什麼 他原本就在動 你要跟我說不知道 他告訴你 你要說不知道 因為他高興運動 他不愛動 他本來就在動 近者恆近 動者恆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坐等速率直線運動 修效受力 不用受力 保持原來就可以了 所以東西為什麼會動 因為他愛動 他喜歡動 他高興運動 他本來就要動 這是要解 這是要破除各位的一個錯誤觀念 就是認為 東西會動 是因為他怎樣 受力 不對 東西會動 不需要受力 受力 是要改變運動狀態 我們請問交通 不是會讓他會動 所以這是要破除各位這個想法 就是所謂的 因為他喜歡動 因為他喜歡動 可是他本來就在動 因為他本來就在動 因為他本來就在動 好 所以呢 但是現實生活因為有摩擦 所以東西會怎麼樣 停下來 所以這邊有一個影片 這影片裡面是個氣墊 因為氣墊的關係 所以摩擦力會很小 所以可以好好的動 但是 冷氣沒有的時候 我猜就變大就變大 就變大了 現在是有氣 現在很難 滑過去 旁邊是動 但是沒有氣的 就有摩擦 又跳都推不動了 好這就是要跟各位講 另外 東西 會動 是因為他本來就在動 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近者恆近 動者恆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一般生活上 東西會停下來 是因為有受到摩擦 受到阻力 所以他會停下來 假如沒有 他就會繼續的運動下去 這個是牛頓低運動力的重要概念 請你要記著 東西不受力或合力等於0的時候 近者恆近 動者恆坐 等速率直線運動 或者說等速度運動 這就是我們的牛頓低運動定律